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去讲两个议题 一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 另外一个就是港元不挂美元 挂人民币 第一我想讲的就是 最近几年国际的储备 或者是国际上的贸易 用人民币的只占百分之几个点 几个百分点不是很高 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 占全球六分之一七分之一的国家 相对来讲这个比例好像是不对的 第一第二港元挂人民币 为什么要挂人民币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因为如果港元要挂的 肯定是要挂最强的货币 最强的货币就是美元 这个是第二 所以为什么港元要去选择美金 人民币的货币来讲 就是要给人家信心 中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只有70几年 改革开放到现在 1979年到现在 也是40多年 最近才是有一个很增长的很快速的 变成世界的第二代的经济体 假设这十几二十年的事情 货币如果你没有上一百年的时间 你是很难给人家有信心 只有十几二十年 他担心你政权不稳定 担心你什么什么 因为曾经事过 你国家从老中国变成新中国 假设几十年 人家是还信心 也是还没成立的 所以用人家对人民币 是有一定怀疾 有一定戒心 这个是一定的 以前法国跟英国 为什么英国打仗会赢法国 就是在法国路易时期的时候 他举了很多债 就是寄钱也举了很多债 不还钱 当在要去打仗的时候 我们要去募国债的时候 根本就募不了钱 募不了钱的时候 就打仗都很难去赢 这个就是 因为军事是要依靠钱去寄仓的 没有信任度的时候 你的钱就不及钱 还有就是会流走 走一些强西的国家 以前就是流去英国那一边 这个就是现实 然后香港为什么不能去挂人民币 如果要挂人民币的时候 那么港元的这一个价值都不存在 我直接用人民币就可以 还有中国政府 他根本就不想人民币国际化 因为一旦开放的时候 以西方国家的这个金融 金融的手段 金融的力量工具 他肯定可以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 所以他应会好好地利用香港做一个防火墙 等他先用港元过渡一下 然后再去内地 这个就是他们的想法 所以人民币国际化 我觉得还有一段路 第二港元肯定是持续的 跟美元挂钩的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再见 拜拜